保养去4S店做还是去维修厂做 这个已经是月经贴了 每个月都有人问 那我就每个月都做给你听 那现在有个新版本 不少朋友问的是 我首保之后 我到底是去哪里去做 那我先来跟你讲 为什么首保第一次 还是去4S店做比较好 第一呢 大多数因为服务营销的原因 首保不要钱啊 不要钱干嘛不去4S店做 第一个啊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首保它的项目会比较多 除了给我们换个机油之外 对车子要做一系列的这种检查的 比如说发动机舱啊 这个全车的这种机械连接部位 各种什么罗帽罗栓啊 或者说是这种 开开关关的这种地方 它的这个紧固度 有可能都是要调节的 这个要稍微松一点 这个稍微紧一点 这个其实是磨合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不是说发动机磨合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轮胎的这个胎压 它都是要给你重新调整过的 新车胎压是偏高的 首保之后才会给你降到正常值 然后有没有偏磨啊 磨损情况都是要进行的 还要通电脑 它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工序 而如果我们跑到外面的维修厂 人家给你性价比给你便宜 有可能就给你换个机油 就完事了 所以说首保去4S店 还是非常有必要 而且呢 这个4S店啊 它很有意思的 我们不是有个质保的吗 质保就是第一次你首保做的时候 它会把你什么底盘号啊 行驶证啊 各种各样的信息 全部登录到这个 全国联网的系统当中去 有了这个东西你北京买的车 杭州照样能质保 你这个山东买的这个车子 出了问题了 说不定四川也能给你修修好 而且不要钱 除了刚才说的检查更专业啊 做得更好之外呢 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质保生肖 是首保去4S店最大的这么一个意义啊 那么出了首保之后 我们到底要不要继续去4S店来做呢 这个其实是大家非常困惑的这个地方 我先跟你讲正规的说啊 汽车三包相关的这种法律和条款 它是规定车子和车主 可以自愿选择保养方式 享受正常的保修的 没有必要纠结 一定选择4S店去做日常保养 哪怕我们在外面做 只要是符合厂家规格的型号产品 或者说是流程施工方式 都是可以享受自保的 家法不能大于国法 再说一遍 家法不能大于国法 4S店它说你外面做不能自保 但是我告你我包饮 因为现在国家的法律是有 那为什么还有朋友会纠结这个问题 外面有好有坏 这是第一个 还有一个呢就是 每次要被他吓一下 心里不好受 你出去试试啊 你出去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管了 一副死相 一副大便脸 就这么看在那边体验不好 我毕竟是来享受服务的 所以有些朋友为了避免纠纷 为了省下这个区分良有不齐的 这种外面的维修厂的 好坏的这种时间消耗 那有可能也会选择 继续在4S店里面去做 那么我们回归到本质 我在外面维修厂做 和4S店做 它到底有什么不同 或者说哪边更好 4S店的特色就是 配件肯定正宗 适配性完全没问题 出了问题 厂家有质保 唯一的缺点就是贵贵贵 其实还有个缺点 要排队 那么4S店之所以 能做到前面的这种情况 一方面的话 是厂家系统性的全部配货 就好像你这里买个麦当劳炸机 和那边买个麦当劳炸机 都是一样的 没问题的 那也不是说麦当劳炸机的 这个员工水平特别好 而是它每天就纸炸机 相当的熟练 不容易出问题 这个就是专业 但是维修厂似乎是厉害 没配件搞得定的 不太修得好的 像我们这种老底子电视机拍一下就好 说不出原因 但拍一下就会好的这种招式 一般都出现在维修厂 而不是4S店 4S店们 电视机坏了换电视机 灯泡坏了换灯泡 雨瓜坏了换雨瓜 其实就是给你装上去嘛 它没有修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维修厂的话呢 它有可能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它用的是假货 或者说是副厂件 明明买了个保险杠 装不上去的 或者说买了 扎扎扎用搓刀给你搓搓 搓得来差不多了 然后才能装得上去的 这种大概率就是副厂件 但是其实在假货或者副厂件 和原厂件中间还有一样东西 叫做品牌件 就是说这些供应商 原本就是厂家供应商 你比如说奔驰的雨瓜和刹车片 是德国博士提供的 那你买带个奔驰logo的1800 你买个带博士logo的 只要880 这种配件 让他们的维修厂用起来 又便宜又好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说简单的讲 首保第一次就去4S店 不要钱干嘛不去 而且还能全国联网 我在外面坐 也不需要担心 它是否有自保 这方面的这种问题 有国法保护 这个有什么好怕的 关键的问题就是 我在养车修车 省钱这个地方 我愿意花多少时间 去把它搞懂 时间不是很多 工作非常很忙 继续去4S店 我愿意琢磨琢磨 了解一下 可以花更小的钱 办更大的事情 用更少的钞票 买更好的机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外面坐 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毕竟维修厂也是在竞争的 差的就是慢慢会被淘汰 好的 它就是会越做越好的 一眼看过去 长得比4S店还大的维修厂 也是开始多起来 所以说首保之后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根据自己的时间精力比配来 本身就是喜欢车的 是喜欢琢磨琢磨的 我好喜欢这个车 我好喜欢开车的这种朋友 果断去维修厂做 去维修厂 一来有可能会入坑 二来增加经验 三来越来越懂车的 聊天吹牛逼都是有帮助的 我就是上下班的 带带步的 这车还是爸妈出钱帮我买 去4S店吧 不要烦了 没事情就是最好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今天给你的一个建议 那么我又不想花太多时间 我又想省钱 我想到外面维修厂去找 那我怎么样去判断 这个维修厂靠不靠谱呢 我是个普通人 我又不能把这个维修 跟面试一遍 有窍门 看它里面有哪些设备 有了以下我说的那些设备 马上就能判断出这个维修厂 靠谱还是不靠谱 保养的时候 周围的朋友都说 要用好一点的机油 维修时候也会说 加个100吧 对车好一点 反正要用很久的 这句话对不对的 靠不靠谱的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那刚才说的是机油 其实很多的保养项目 也容易把我们弄混 这一长长的清单拉下来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这个写的都是中文 但我也不知道 你具体做了什么 和去医院到底是一样的 从手保到2万公里 到底要做哪些保养项目 只做哪些 哪些是多余的 我给你列了张清单 你就对着来看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 我前面说的一长串问题 2万公里这个保养 到底做哪些项目 想看这个清单的话 很简单 手机打开微信 搜索公众号 备胎说车 回复关键词 保养 马上就可以看到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